我腸造症的病人回診率治療成功比例蠻高的 為什麼 因為腸胃科醫師已經幫我篩選過了 吃他們藥才會好的 已經被他們治療好了 吃他們藥不會好的 身下跑來我這裡 成功率就會提高了 就是這樣子 腸造症 大家不外的醫師注意到腸造症 而且比較科學的方法去研究 當然也快要100年了 它是有這樣一層一層一層的來探討 一開始 醫師們他們會想說 這是一個Motillus的問題 就是平滑肌 腸道平滑肌的問題 它的蠕動 它的收縮 可能比較異常病 那可能就會產生腸造症 可是後來發現這個只能解釋一部份的腸造症 接下來 第二階段 大家就想說 是不是我們的器官本身太敏感了 所以它對一些 比如說吃的東西 膨脹 有食物在那邊 那感覺太敏感了 太敏感了 就傳出了 太早傳出了不必要的訊息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不舒服 或者是它就會開始不必要的移動 這是第二個階段 然後後來發現這也還不夠解釋 還是只能解釋一部份的腸造症 接下來第三階段 腸道神經酮的問題 我常常跟病人講 我們人類目前對腸道神經酮的了解 還是很有限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是只能試試看 沒有辦法告訴你到底你有沒有腸造症 用這樣來講 病啊 病得懂 所以第三個階段就是說 也許是我們的腸道神經系統的問題 可能是神經系統過度敏感 或傳出錯誤的訊息 也會造成這些問題 然後後來是發現沒有辦法完整的解釋 到目前最熱門的 最熱門的叫做腦腸的互動 Brain-garden Asus 這個是現在很熱門的話題 包括現在做什麼腸道是第二個大腦 還有什麼腸道的細菌的影響 用這個似乎可以給解釋比較多 但是用這個 用這個Brain-garden Asus 也並不是排除上面三個 而是說你要把這些全部結合起來看 可能對腸造症會多一點的了解 那比如說這個 Motility 比如說冷凍的花一點就開始拉肚子 慢一點就開始便秘 然後有很多異樣的感覺啦 痙攣啊 腳痛啊 癌氣啊 很急啊 其他的很不舒服的腸胃的症狀 可能就是跟Motility是有關的 這個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它這裡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 藍色的是正常的 這綠色的是腸造症的 那本來正常我們應該是要到這裡 才會開始有感覺 有脹有痛的什麼樣的感覺或不舒服 可是有一些腸造症的病人 它只要膨脹這麼一點點 就開始傳出不舒服的感覺了 所以這個也可以解釋一部分 包括腸道的感染 手術 都可能會去影響到腸道的神經 這樣令腸道感覺的伐質 但也有可能是所謂的體質 影響的原因也是很多 中間跳過了腸道神經 因為其實我們對腸道神經的了解也是有限 所以我看了那份資料 它就跳過腸道神經 可能也沒有什麼太多確定的東西可以寫 最後講到這個 就是說現在研究的主要的方向 就是說我們的大腦CNS 應該會有調節從腸道送來的訊號 比如說痛的感覺 我們大腦應該是可以調節的 要不然我們也可以大腦也可以傳送一些神經傳導物質 然後就阻斷一下痛的感覺 你不要再傳過來 這樣我會受不了 可是如果我們大腦這方面的能力變差的時候 這個訊號就一直一直傳過來 甚至被放大 那我們就感覺不舒服 可是檢查不出來 那很多科學都要做各式各樣的研究 研究潮潮症病人的大腦 也是懷疑 懷疑好像真的是這樣 大腦某個地方發現跟別人不太一樣 好像可以間接去推測 調節能力是變差的 那心理壓力 生活壓力會影響大腦的調節能力 那腸胃問題一直好不了 也會帶來挫折感 這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說腸造症本身就變成一個壓力了 有些人他會覺得 其實我沒有什麼壓力 為什麼會有腸造症 可是後來腸造症就變成他的壓力了 然後就每況愈下越來越長 那我們從這裡也可以 這裡也可以看得到 這裡也是有腦還有腸造神經的 像這邊的講法就比較多年一點了 他就有提到這個mortility的問題 包括了腸道的肌肉 還有神經系統 不協調的結果 然後hyper susceptibility 也可能跟EMS狂 就是腸道神經症 還有跟我們的CNS狂 跟大腦的溝通出了問題 這可能就會造成腸道症 包括像這種 就有些人做那種研究發現 腸造症的病人 像他們frontalob的活動增加 好像表示他們有比較多的外界的刺激 或者是說他們對外界的刺激比較敏感 當然包括社會的氛圍 不舒服的經驗 負面的生命事件 治療無望的感覺 自動化的負面思考 這些可能也都會惡化腸造症 實際上好好的睡 運動 有時候是真的會有幫助 做一些心理治療可能也有效了 但是在台灣這就不太可能 我們不可能用健保來做認知行為治療 這個會不會核三 這比較完整的一個Bio-Psychosocial的model 我們就可以看到早期的 你說是早期的生命經驗或他的體質 把他的基因 他的環境造就了他日後的大能力 然後一些壓力 他的心理的狀況 他的copy的技巧 還有社會支持 這個也都有影響 然後透過CNS跟DNS 就會造成模型問題 審診選擇方面的問題 最後就變成長照症 結果就是要求助去看家裡 也是影響 每天的功能 生活平均變差 這個剛剛大概有講過了 就是感染 還有特別會強調 受過心情 有家暴 霸凌 或者霸凌等等等等 可能這些人得到長照症的比例會高一點 為什麼精神科的藥物有時候對長照症令人有效 第一個是說 長照症跟憂鬱焦慮症狀 過病的比例很高 三分之一的長照症的病人 他也符合一些憂鬱症跟焦慮症 這方面的精神問題的診斷 這大概是美國的統計吧 一般人 整天人有4.5%在服用抗憂鬱的藥物 可是長照症的病人有13.3%在服用抗憂鬱的藥物 不過就是說 我看的資料裡面 他們會有一個會比台灣的問題 就是說長照症他的主軸 但長照症是一個很異質化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去給他做單一的歸因 但是大體上來講 長照症的主軸是一個psychosomatic的問題 就是說他是不是一個類似身心症的問題 還是說他其實就是一個腦神經系統的問題 其實我目前是比較傾向 比較傾向於說 基本上長照症還是一個腦神經系統的問題 就是CNS跟EANS這些為主 然後很多精神科的病人 也是這個地方有問題 比如說很多精神科的病人 他對疼痛、對一些異樣的感覺 他的神經傳導的罰值是比較低的 所以他很容易就覺得不舒服 很容易就覺得痛 很容易就感受很深刻、很強烈 當然他就容易得到憂鬱症 所以他們會共闢的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共同的特質 實際上精神科的藥物 就是說這個部分其實是跟什麼精神疾病是無關的 其實精神科的藥物就可以單獨來處理這些的問題 包括在大腦跟脊髓 去阻斷剛才講的Brain and God Basis的疼痛訊息的傳遞 讓他下握減輕 而且他可能可以直接做在腸道去調節某些問題 這個講解很複雜 有時候我們開業也不需要來解那麼多 你大概都知道說 其實我們常常講的抗憂鬱的藥物 就所謂的血清素回收抑制劑 血清素就是Zerotonin Zerotonin它不是只有大腦有 腸道有7種Zerotonin的recentrum 所以Zerotonin跟腸道的motility sucsion都有關係 所以當我們吃一個所謂的白油鹹這樣的藥物的時候 血液裡面的Zerotonin增加的時候 它對腸道也是有一些作用的 當這種作用有好也有不好 有病人吃的藥會有心感會想吐 這個也是Zerotonin對腸道的作用 總之這作用是有的 而且可能也不只Zerotonin 其他的精神科藥物常常有關的神經傳統物質 對腸道也是有影響的 還有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說精神科的藥物可以刺激神經細胞的生長 這也會誇張 回復正常功能不見得那麼厲害 但是至少是會有一些修復 重新長起來這樣的作用 這個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在我的時代 我們在唸書的時候 那時候觀念還是說 腦細胞死了就死了 死一個就少一個 它是不可能再重新長出來的 但是其實到大概是1990年的時候 才開始有人發現說 真的有一個 neurogenesis 腦神經細胞新生這樣的作用 當然它不是那麼全面的 不是說大腦全部的細胞 全部的區域都可以新生 但是在大腦某些地方 比如說邊緣系統 有發現有一些腦神經細胞新生的作用 會有新的長出來 所以它其實是有一點動態的平衡 就是你會有死的 也會有新生的 這樣的一個學說提出來之後 其實它對於解釋很多東西 變得很容易了 從這個腦神經新生的作用 連後來再發展的 就是那一個HPA axis 就是那個hypothalamus 你就可以跟那個adrenal grade 那類的 這個跟壓力有關的 你壓力高 然後到最後就會造成一些壓力賀爾蒙的濃度增加 壓力賀爾蒙可能就會傷害你的腦細胞 你腦細胞死得比新生的快的時候 大腦的功能就會出問題 包括所謂的自律神經失調 憂鬱症 什麼症 可能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科學家的研究就是說BDMF 就是大腦的滋養生長的因子 BDMF 這個很重要 在很多不管是腦科學 還是精神科的研究裡面 現在都在強調BDMF 那為什麼抗憂鬱的藥物會有用 其實還不只 為什麼像百優姐這樣的藥物 後來發現奇怪這神藥 憂鬱症也會好 交易症也會好 口方症也會好 然後暴食症什麼症什麼症什麼症 吃百優姐這種SSRI 都會好 奇怪怎麼會那麼神奇 有這樣的藥物 治療治癒神經失調也會好 腸道症也會好 所以其實有一個核心的關鍵 可能一部分 這可能可以解釋一部分的原因 BDMF是大腦之後含量度的同步 有神經滋養因子 它調節神經介質傳導 善於神經元生長分化蟲術等等 包括海馬歸 寫少一個字 所掌管的記憶與學習的過程 所以很多精神科的藥物 它可以去促進BDMF 會讓它增加 然後由BDMF來促使 腦神經細胞的新生作用增加 藥物就會跟病人講說 這個藥可以協助你的大腦修復 這樣病人就比較聽得懂 修復需要時間 神經元很小 他們距離很長 要長好 要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你要吃藥至少六個月 還病人天才有大腦 他們就會比較乖乖的吃藥 所以這樣也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憂鬱症的藥物 你必須持續服用 其實也不只憂鬱症 很多精神科科的問題 你就必須持續服用好幾個月以上 那太快停藥會容易復發 因為你要給BDMF一些時間 讓它去作用 讓大腦恢復得好一點 這個GDMF是我今天才查到的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膠細胞 跟膠細胞也生有關的 神經質量分子 因因子 那GDMF跟腸道神經蟲有關 所以想想也對啦 腦細胞都可以新生了 那腸道神經蟲應該也可以吧 那抗憂鬱藥物其實他們可以促進BDMF 也可以促進GDMF 所以這個也是精神科的藥物 為什麼對腸道神會有用的一個可能的原因 所以就我的觀念來看 你可以避免服用抗憂鬱藥物 它可能會有兩個階段 因為你如果說吃個抗憂鬱藥要扮演效果 就會說病人受得飄如自殺 但實際上我覺得抗憂鬱藥它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是剛服用沒有多久 它有些作用就開始出來了 比如說不要一直想 不舒服的感覺 降低啊 不要太常的情緒反應 削弱負面的記憶啊 像就有個病人就問我說 我被劈腿了 我可不可以來吃你的藥 我說可以啊 如果你願意吃的話 你可以吃啊 因為你吃這個藥 可能你就比較不會一直想的 當你想到女朋友跑掉的時候 你不會那麼痛苦 因為人的大腦對情緒的記憶會記得比較深刻 你吃了藥 像你感覺的比較不會痛苦了 你就比較容易去忘掉你的前女友 然後找到下一個女朋友心情又好起來了 這個是藥物短期就有的作用 長期的作用是它漸漸漸漸的刺激 腦神經源的成長和修復 所以在大腦然後腸道神經系統或許都是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我們還是要給病人打一個預防針 就是說還是要告訴病人 你這個也許是體質 你不見得會完全好 但是你有可能會比較好 那幾個月後你要不要去吃藥 你自己決定 因為藥物有時候多多少還是會有些作用 那值不值得呢 有時候病人要自己去做這個決定 那現在就要想到我第一個病人的用藥 我當時我看了兩種藥 一個是SSRi 就是血腺素和修飲之際 那一個是迪安性的之類的藥物 迪安性的原廠叫做德安序 那有一些開廠 像什麼永康序、德安序等等等等之類的 我就是搭配這兩種藥物 那這比較有趣的是迪安性的這個藥 它的成分有兩種 低劑量 這個Malithrasin 它是TCA 是一種三黃抗瘀劑 這個成分在台灣大概已經幾乎沒有人在單獨使用 不過它就毀在迪安性這樣的藥物裡面 現在很多人在用 但是很多人吃的這個藥 不知道他吃的抗瘀劑的藥 那Flopetis 這是低劑量的抗精神病藥物 那這個不曉得是哪一個天才想出來的 他把這樣兩個藥加起來 結果現在它的最主要的indication是治療焦慮症 然後 腸道症腸藥的精神的藥物 那就是這個研究最多的還是血腺素回收益質劑 SNRI其實也是有效 但是研究的比較少 那SNRI就是有血腺素跟正腎腺素的回收益質劑 那TCA就是三黃抗瘀劑 那其實低劑量的抗精神病藥物也是有用 也是有效的 只是用得比較少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我給那個病人這兩種藥會有用 因為通常SSR跟SNRI我們很少會同時用 選一個 然後在抗精神病藥物裡面有TCA 還有很多肉食的抗精神病藥物 所以亂槍打臉全部打中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TCA其實是一個很 那有一種比較粗粗的一個比較髒的藥 什麼都有效 但是什麼副作用都有 我們可以看到它會跟很多的recept作用 這是SSRI 但這個是有點簡化 實際上SSRI還有其他的作用 但是相對來講 它不會像TCA 很多作用都有比較平均 SSRI其他的作用比較小 所以這個作者就把它省略掉了 來凸顯說這個它主要就是 Celotony的作用 SNRI就是Celotony跟Norepinephrine的作用 這個藥物比較明顯 所以這樣大家看就比較清楚 這樣的藥物 他們有什麼好或不好的地方 這個是TCA的研究 大致上看起來是有效的 SSRI的研究 大致上也是看起來是有效的 但是數字上來看的話 效果是沒有TCA的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種藥物的比較 大家大致上來看 TCA的效果真的是比較好 比較懸念 有些地方SNRI的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那個Norepinephrine的作用 對Tone的效果會比SSRI好 這是SNRI比較特別的地方 但是SNRI也多一個N 相對的負重比比較多一點 這是我看到 我找了資料裡面的某一位醫師 他的意思就是說 Costication為主的IBS 他會先用10毫克的Citalo-Brown 這樣子多一顆 臺灣常用的機型是20毫克 如果是DARIA為主的IBS 他會先用TCA 這是一個TCA 他會先從10到25開始治療 不過這只是某一個醫師的看法 實際上TCA的藥效是更快的 TCA有可能很短的時間內幾天 藥效就出來了 而且就是說他帶來的 腸道症的症狀的緩解 跟焦慮憂鬱症狀緩解沒有直接關係 他可能焦慮憂鬱的症狀還是有 可是他的腸道症症狀改善了 所以TCA它是很雜很多的作用 但是他會補充慢性疼痛的效果很好 慢性疼痛、神經痛、各種痛 都很多人在做TCA的研究 那它包括什麼 降低腸道對抗痛的敏感性 影響腸道平滑力的收縮放鬆 腸道液體的分泌 腸道酵素的分配 它都有作用 但是TCA比較有效 可是我們在看這個要蠻注意的 實際上三黃抗孕劑是最早出現的 精神科的壓力 大概有四、五十年的歷史了 當然一開始沒什麼藥可以用 有TCA出來 大家都很高興 終於藥可以用了 可是用了一段時間就發覺 我跟你講 副作用很多受不了 當然寫副作用都可以寫一堆 什麼藥法單都可以寫一堆副作用 可是那個程度是不同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作用真的是比較快 實際上我的臨床經驗是比這個更快的 有的病人下個禮拜會來的時候 我已經講了好多了 效果也是比較好 但是比如說他如果要治療幽靈症 他治療肌量可能是150到250毫克 很多病人是受不了 那你有興趣拿一顆25的來吃吃看就知道了 那潮召症一般是25到75毫克 其實劑量是比較低的 比以前治療幽震的劑量還要低的 可是即使是低劑量 他還是會就很容易出現很多副作用 包括胺感染的副作用 而且另外一點比較討厭的是 他會增加心率不整 這是很確定的 所以若是老人服藥 如果你敢給他開T7A 你真的要注意 你可能要問病實要問得很清楚 然後可能你還要每幾個月就要做一次行電服務 很麻煩 然後玩一下猝食 等一下來告你 所以很容易對T7A感染的副作用很難免受的比例 其實很高 那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像這裡 心臟的副作用 還有心臟的副作用 還有心臟的副作用 還有Fengen 還要跌倒 這副作用很多 那這裡 台灣現在比較常用的感覺 大概是前面這兩種 尼尼蓄定 Clone Pramide 還有一個尼尼 Pramide 這三種應該是都還長得到 那所以理論上的藥物選擇是這樣子 機械比較有效 好像應該放在第一線 尤其是腹械為主的 增重比較輕的 就比較開T7A 那增重比較嚴重的惡化的 明顯的腹痛、腹脹、腸胃功能 是挑戰的 我們才考慮SSRI 當然機械效果比較快 SSRI效果比較慢 又比較不好 但是實際上你如果考慮到藥物的副作用 可能就不是這樣 那腸躁症的病人 當然有時候我們也是要評估他的精神狀態 你如果說他同時有其他精神狀態 你要考慮就他的精神狀態來考慮 要選用什麼藥物 其實藥物是寫錯了 通常是這樣子 SSRI你就用標準積量的一半 就是半顆 你就半顆來開始 那SNRI SNRI好像是台灣的都是膠 大部分膠囊 你沒辦法不會半 那你就是用一般積量的一顆來開始 那T系列通常就是從比較低的劑量開始使用 那這裡就有列出我們常用的SSRI跟SNRI 那這個Certralli 有所謂的就原廠叫Roloft Roloft 他標準劑量是50毫克 Certralli 標準劑量是20毫克 Certralli Lexabro 標準劑量是10毫克 Velocetin 柯有果 標準劑量是20毫克 Bioci Brosetin 是20毫克 當然一般如果不是精神科的歷史 你可能會想說不要進那麼多 無種子還是太多了 不過如果說要選擇你要進哪一種 當然你如果只是為長照症來考量的話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醫生講的 那是用Certralli Certralli 在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個人的臨床經驗 他如果用來治療憂鬱症這些 效果還比較差一點 但是他的好處是 副作用可能比較少 跟其他藥物的交互作用比較少 所以如果A-Gors在內科 連科體系的話 開Certralli 到底不錯 而且當然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只是單純治療長照症 他所需要的壓量本來就可以 就是比治療憂鬱症低一點是可以的 所以前面的第三他才會去提到Certralli 那SN拿來的話 就是人的發展就數月了 他的藥效一般來講是比較快 比較強比較好 但是複動比較多 不過對糖碰的效果有時候是比較好 但是當然病人落膚之後嚴重 他可能就不來了 腿回家吐了 他下次就不回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要考慮的 那我另外再又查到 就是那個英國醫師寫的書 他裡面是有提到 就是說 你那可不開吧 你TCA或SSR你都開個nodose 那可能效果也不錯 這個就跟我用這個策略是類似的 那當然除了藥物 就藥物的了解以外 我們還是 我們常常還是要考慮到一些 比如說法律的問題 其實像TCA剛剛講的 其實TCA前代的附送很多 訪單上大概是七十歲 可是蠻奇妙的 我就去查 像TCA這樣的藥物 他訪單上面寫的附送很少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 我們規規法律真的一個力量 當然說實在 第一個 他裡面的那個TCA Metroxin 相關的研究真的是很少 第二個 他也確實他放的機量也是很低的 應該是10毫克吧 當然也有可能 或許這個藥相對比較安全 也不知道 有可能因為他的機量很低 所以他的安全性比較高 至少我們在訪單上看到 應該是說我們在他的訪單上 就看不到TCA的那些很 一大串的可怕的嚇人的副作用 這樣對我們來講會不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不知道他或許 就是說大家開TCA類的藥物 真的是要考慮蠻多的事情 另外 因為像這個迪昂西這樣的藥物 他有低劑量的抗精神病藥物 我們也還是要考慮他的副作用 有一些蠻學院派的精神科醫師 很討厭迪昂西這個藥 因為他會覺得說你怎麼可以沒有很嚴重的病人 就給他吃低劑量的抗精神病藥物呢 因為雖然他劑量低的前段的步驟還是有 他還是有可能會EPS 會有煩躁 會有阿卡西西 會有TADISKINES PAKESONI REN MASOLY GGPT 甚至什麼原作上吊 但說實在我是沒見過那麼嚴重的 但是出現 PAKESONI REN 這樣的病人我確實也有看過 那就只好停掉了 或換流氧 甚至疾腫月經 敏乳激素過高 這個問題也是有的 當然有一點長期痴 TD 對精神科來講 TD是一個蠻討厭的問題 但這是以前第一代的抗精神病藥物 像好豆這類的長期痴 病人吃了很久 到五六十歲開始出現 比如說嘴巴像兔子一樣 一直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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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好怎麼樣他們都不會好 一個歐巴像兔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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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 如果我再開藥 如果可以的話 但我不只是只有腸臟症開DionCit 很多憂鬱症、焦慮症的病人都會開這個藥 但是我都會請病人 這種狀況改善的時候 第一步就是先把DionCit試著停一看 也許因為當他的SSR的藥效接見出來的時候 整個狀況比較好了 他就趕快把DionCit停掉 也會比較安心一點 SSR就繼續吃 吃久一點 比較會有這些問題產生